在地爭台湾单元 您还记得小时候幼稚园都唱什么歌吗 现在在台南有老师发扬台湾的说唱艺术 用台湾传统念歌的精髓 写出了许多适合小孩子学习的脸瓜 把传统脸瓜的文化向下扎根 继续流传下去 您还记得小时候幼稚园交唱的是什么歌吗 是两字让步还是只要我长大 这些都是我们的儿歌 但以前的儿歌和台湾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是台南的大港国小互设幼稚园 老师教的是台语念歌 而会用念歌教学 除了老师自己有学之外 其实和最近很流行的洗脑歌 你是我的小苹果有关 大家都在小苹果 本来就有老师给我建议说 老师你要改做台语办的 本来我有改造 你是我的大心小宝贝 请大家对我来念歌 可是我想想说 不对啊 这个曲调不是我们的 就是不想用外来的当教材 所以刘慧荣老师就把他所学的念歌 带到幼稚园里 让婴儿歌不只有趣 还有文化底蕴 可是因为很多家庭都不说台语 所以推广初期很辛苦 以前不会我到这里才会 会什么 才会台语 他在我儿子就说 老师 你在说谁我听不懂 我们在家都没有听过你在讲的话 你这是哪一国的话 他刚开始在描 没想到小孩都爱 你只要你的肢体动作 我都说我的肢体动作 比较夸张 比较合 小孩会觉得很趣 老会 嚼到两斤 两斤 把你的两斤 在搖的时候 打成火都不搖 你看到这 搖 我把这一搖 来 小朋友愿意学了之后 還會出現一個問題 孩子在我開始學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這個問題就是 孩子的部分 可能台語的部分 孩子在咬字發音的時候 有很多他只是會跟著你唱 咬字不一定會清楚會正確 在台語的環境中 現在一個名字 我們都會在台語中 很想念他們 很樂意地學念歌說台語 甚至在教室外 也貼滿一些 對小孩子鼓勵 讓他們能夠在台語的環境中 很樂意地學唸歌說台語 甚至在教室外 也貼滿台語的唸歌 從小孩子笑容可以感受到 他們很喜歡台語唸歌 可是老師的努力 未來可能抵不過教育部的課綱為條 這麼愛台灣的劉老師 其實是眷孫長大的外省二代 他到二十多歲以後才開始接觸台語 頭在問人家也都會讓人笑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懂我們在問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那個台語有很多的雙關語 就像人家在跟我說 人家說那個 他就說那個人中間十八便 如果帶到那個財富就不會找到不便 我又很開心 說這是什麼意思 其實那個都是間接性的在罵人 中國堂師用台語唸 其實更有味道 學生們在台語唸歌中 學習的不只是台語 更可獲得許多國學知識 如果課剛調整到去台灣話 那將會是台灣人的悲哀 那語言是不是從小 讓人家說中間嘛 扎根嘛 那小孩你看 剛才你看到那些小孩 大家是不是都笑得很開心 很開心 很開心 記者 翁修 台南報導